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欢迎收看幸林在线 食西药都可以是一门学问 有些药物和某些饮品会相冲 后果可大可少 今集请来香港大学医学院 药理及药剂部讲师陈泳林药剂师 为大家讲解 Phoebe 你好 凯玲 你好 Phoebe 原来西药和某些饮品或食品都会相冲 这又是什么原理来的呢 其实很多的饮品都可以影响我们药物的吸收 但其实除了吸收之外 其实有一些饮品它喝了之后 可以影响到一些药物的代謝都不顶 现在慢慢为大家讲解一下 好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三种药物 这几款药物到底是用来医治什么的疾病的呢 镜头现在拍着这个是属于甲状腺素的 一些甲低的人士 他们可能服用甲状腺素来提升甲 然后左边这两只都是一只抗生素来的 现在镜头拍着这个 就是一般人可能服用来医治暗疮 另外绿色津那边的药物 有些医生可能会处方这些药物来医治这个尿道炎都不定的 那这些药物其实他们是不可以和鲜奶 或者是含有金属类的饮品是一起遵食的 因为含有金属的饮料是会减少它们的吸收的 那万一真的用了奶去送这些药物又会怎样呢 如果甲状腺素的话 如果它减少了吸收 有机会是甲状腺素不到位 那抽血的时候可能会见到它少了都不定的 那另外那两只抗生素 如果真的和奶类一起服用的话 减少了吸收的话 可能会导致那个感染每次都不好 甚至久了的话会有抗药性都不定的 那我们又看看另外几款药物 那肺癌的标靶药和降胆固醇药物 又会和哪些的饮品相充的呢 那肺癌的标靶药和胆固醇药 好像风马牛不相及那样 现在镜头拍着这个是一个肺癌的标靶药 它就会和这个西柚汁有相充 另外这个是一个胆固醇的药物 都是会和西柚汁有相充的 西柚汁其实它吸收了之后 是会抑制了这个药物代謝的酵母 从而令到这两只药在身体增加了 那你说其实那个癌药增加了 不就好了 但其实那个癌药本身 都会有这个抑制骨髓的功用 的副作用 那所以如果真的在身体里面提升了的话 有机会副作用是会多了 导致可能会有一些血小斑降低 白血球降低 甚至贫血的副作用 另外如果胆固醇药在身体里面提升了的话 也都会有机会导致一个比较危险的副作用 就是这个肌肉溶解症 那没有那么危险的 就可能会有肌肉疼痛 这些副作用 那我们又看看另一款药物 俗星薄血丸的华法林是抗型血药 它又会和哪些饮品不配合呢 其实华法林 大家都可能知道的了 华法林和很多饮食都会有双冲的 很多人可能未必知道 华法林和这个小红梅汁是会有双冲 因为这个小红梅汁是会抑压了华法林的代謝 令到华法林在身体里面提升了 从而增加流血的风险 另外华法林也要注意它和这个绿茶 例如日本的绿茶 龙井 碧罗春这些绿茶是会有双冲的 因为绿茶里面含有维他命K的分量是很高的 它和华法林是会有互相抵触的功用 从而令到华法林的药效降低 从而增加那个凝血的风险 另外除此之外 其实华法林还有很多很多的双冲作用 例如酒精类 如果我们是长期喝酒的 例如有些朋友喜欢每一天都少着一两杯 身体的肝酵素可能会已经提升了 所以吃华法林落到身体的时候 代謝又会增加了 华法林的药下就少了 也有些朋友如果他久不久才开心的情况之下 喝很多都不顶 身体的肝酵素可能会被酒精类抢了 所以华法林代謝不到 又会提升了华法林的药效 从而增加流血的风险 所以除了饮料之外 一般人都众所周知 华法林和绿色的蔬菜 都会有双冲的作用 所以进食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 那你可否详细讲一下 华法林和哪些食物还会有双冲的呢 其实一般来说的大前提 就是月深绿色的蔬菜 都应该要尽量少吃 例如我们的菠菜 西洋菜 糖蒿 这些都是属于很深绿色的菜 例如有一些浅绿色的菜 不妨可以多吃一点 例如西生菜 糖生菜 白菜 这些都是含绿色的叶绿素 比较少一点的 我们来看看另外两款药物 食骨质疏松丸 和月形肝炎丸 又有什么需要注意呢 两者其实都是 在他们各自的范畴来说 属于一线的药物 现在镜头拍着这个 是月形肝炎的药物 暂时来说算是一种 很有效的抗病毒药 另外那种骨丸 它都是属于一线的药物 就是镜头 现在蓝色拍着这个 很多朋友都可能很熟悉 就是一个星期服用一次 骨质疏松这种药物 它是需要一早起床 在凶肚的情况之下服用 然后服用之后 病者需要坐植半个小时 然后等药下隔了之后 才可以去做其他的活动 甚至进食 另外那个月形肝炎 那种药物 任何的饮食都会降低它的吸收 所以月形肝炎那种药物 甚至在吃药的前后两个小时 都是不可以进食的 那两种药物 都是在各自的范畴属 属于很好的药物 但是它们最大的弊病 就是真的 那个饮食是会影响它的吸收 所以患者就可能真的要 利用自己生活习惯来傾斜 它就这两种药物 从而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Phoebe 除了你刚才说过的奶 西柚汁 红莓汁要小心一点 不要乱用来送药之外 其实含咖啡因的饮品 果汁 或者汽水 甚至是酒精类的饮品 都要小心一点 没错 是因为我们的酸碱值 是可以直接影响药物吸收的 例如咖啡及奶茶 它们其实带微微的检性 奶类也是带微检性 然后果汁一般来说 都是带药酸性的 这些不同的酸碱值 都可以导致药物 它可能提早了释放出来 或者延迟释放出来 又或者有一些药物 它提早了吸收 或者延迟了吸收 或者甚至减少了吸收 都增加了吸收 都不一等 都很视乎剂型究竟是怎样 另外 酒类本身用服药的时候喝酒 已经是非常之不对的了 因为服用酒精类 是可以影响干酵素 可能会提升或者下降 刚才之前华花林都说过 所以都会直接影响到药物的代謝 分分钟又多了或者少了 如果药物在身体里面增加了的话 可以导致副作用是多了 如果药物在身体里面少了的话 亦都可以达致不到治疗的效果 另外有一些特别的饮料 例如好像啤酒 大家看到它有很多泡沫 其实都是因为它在阳制啤酒的时候 裡面是打了很多的二氧化碳 而二氧化碳融在水里面是会呈藥酸性的 都是会直接影响了酸碱值 所以各位都是建议不要用这些饮料来送药 那说到底是否用清水送药就是最好的呢 其实绝对用清水是既不会影响到酸碱值 也不会影响到药物的新层代謝 所以清水始终都是最好的 但是有些人士吃药的时候 就嫌清水可能比较寡 又可能嫌它有一阵味 都不喜欢用水去送药 那怎么算好呢 那其实成人在这个情况之下 比较少一点的 一般来说可能是小朋友 可能需要探他们服药 这样的 有些家长可能 我有见过他们用果汁 其实刚才虽然提过是不适宜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混少少颜色 或者少少味道的话 都是适宜用一杯清水 或者混少少 令到它有少少颜色来哄个小朋友 但是设计不要用整杯果汁来送药 除非有一些药物 它是在指示情况下 适宜直接洒入汤 竹仔甚至果汁 这些就属于例外 但是其他药物一般 都是应该要用清水服用 今集麻烦了Phoebe 和我们的讲解 节目时间有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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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